課尊國家法令 敬中執守 那我們其實有一個很清楚的目標 就是我們絕對只以校長本身 在教育方面的專業跟專長 以及他對於教育下一代的熱誠 這兩個最重要的指標來做評選的最主要考量 十年數目百年數人 教育是希望的工程 為我們的未來做投資 校長從來就不是一件輕鬆跟簡單的工作 感謝今天獲聘書的八位校長、園長 還有出席交接的六任前任校長 你們長期為基隆達到最優質的教育環境 畫面上是基隆市政府舉行的 112學年度校長、園長交接布達典禮 共有三位新聘校長、園長、兩位連任校長 及三位轉任校長 由市長來頒發聘書與派令 並進行硬性交接儀式 各届貴賓雲集 包括議長同志偉 在內的多位議員都到場 共同來祝福新任校長 也感謝退休校長 這兩位退休校長是中山高中鄭裕成校長 與仁愛國小彭麗祺校長 現場的氣氛隆重溫馨 我要特別向我們退休的兩位校長 中山高中的鄭裕成校長 仁愛國小的彭麗祺校長 先跟您表示感謝 長期以來的熱誠及付出 大家都非常的感動 我們甚至是掌聲 感謝大家 另外市長跟議長也都期許基隆的學子 能夠盡量在地就讀高中 針對這一點 市長會持續來與基層導師座談 了解原因 就是去台北上高中 這個的比率太高了 而且越來越高 那我覺得導師是這些孩子們 最關心最了解的 而且最清楚的 所以我需要跟未來的導師們 有一個對話 看如何在市府努力 不管是學習歷程 不管是更多的市府可以提供的資源 我們都要來好好提供 但是我們希望 可以了解學生跟學生家長的各位老師 可以大家一同努力 讓基隆可以更多的孩子 留在高中 留在高中 這個來救我們 我非常非常認同市長 以及市政府 這邊接下來要做的努力 我們在直轄市的旁邊 我們要整合所有教育的資源 發展我們的特色學校 未來希望我們的學子 我們的小朋友 都留在基隆市 讓基隆市的學校 可以更有競爭力 這樣好不好 我們大家一起 市政府主席 謝國良市長表示 感謝各位校長的付出 以及家長們對學校的支持 下一代的未來非常重要 鼓勵學子 適性發展 在地就學 大家一起來努力 記者黃志生 陳淑萍 基隆報導